大家好 这篇跟各位介绍的是磁铁重组 电脑使用一阵子之后 档案会过于分散 如果电脑要读取写入资料时 就会变慢 磁铁重组可以让档案重新排列 让电脑读取写入硬碟的速度加快 但是现在硬碟容量够大 速度够快 尤其是SSD固态硬碟的写入次数 比一般传统硬碟少很多 所以现在很少人在做磁铁重组 但是Windows使用越久 档案就会跟分散 所以建议各位 一两个月使用一次磁铁重组就可以了 请大家到影片下方的说明栏位 栏位里面有网址和密码 下载完之后 点选两下就会出现最佳化磁铁机的程式 大家可以自己试试 重组过于分散的硬碟 可以加快Windows的作业速度 谢谢